2020花蓮縣原住民族聯合豐年節大會舞的競賽活動 在花蓮縣台灣原住民文化館進行了第二階段的決賽 競賽的結果成績出爐 最後是由藥武級脫穎而出 永多年度大會舞 縣府研明處表示 今年競賽受疫情影響 改採兩階段式方式選拔 而這是第一階段以影片來審查 共受理45隊來參賽 有學生、上班族、部落青年以及父女們 大家並且使出渾身結束 發揮創意來編舞 穿著各個族群的服裝 拍下影片來報名 用心之處令人難忘 第一階段初選之後 共自有12次隊伍脫穎而出競技決賽 永無處表示 今年大會舞企為反彩的今天 亦為美好的今天 有些人為寒迪卡照 編曲、錄音 歌詞又美容易上口 音樂節奏輕快、充滿歡樂 希望如歌詞一樣 反彩今天、反彩明天 帶給世界反彩美好的每一天 花蓮縣原住民族聯合風連結 是花蓮一個非常有品牌形象 深受所有喜愛原住民文化朋友 肯定的一個活動 我們誠心期盼 我們所有的參賽選手、隊伍跟家人 我們一起為花蓮創造歷史 你們都是最優秀的 每一個隊伍你們編的舞 真的都非常棒、非常吸引人 只是年度大會舞只有八個字 簡單易學、老少嫌疑 經過一個小時的競賽 在台灣原住民文化館進行第二章決賽 競賽成績出爐 最終由耀武器脫穎而出 擁奪年度大會舞 記得就跟花蓮創造浪